今天就要透過低醣飲食的原則喔 來做今天的甜點 無澱粉的堅果蛋糕 那今天的無澱粉呢 我們完全不用澱粉 我們就用堅果粉 所以在低醣的飲食呢 有兩大好處 第一個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消耗脂肪 促進脂肪的代謝 可以幫助我們體重的管理 那第二個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血糖控制喔 因為呢在低醣飲食的過程當中 碳水化合物的攝取比較低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血糖的波動就不大 這個時候呢 幫助我們血糖的控制非常的好 我們都吃過白玉糰子 可是我們今天呢要來變化一下五顏六色 所以呢要來做三色糰子 所以人工色素呢對兒童的健康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我們的五顏六色做點心 所有的色彩都來自於天然的食物 紅色的呢就是甜菜根 那綠色的我們就可以用抹茶粉 裡面也可以用明日夜粉大麥苗粉 裡面也可以用黑芝麻粉 黃色呢可以是薑黃粉 我們就是利用天然的食物原色 來幫助這個糰子做出色彩的變化 毛乳起司呢又叫做卡特基乳酪 那有人把它稱為叫做毛乳乳酪 那在整個陽光療法的一個理論基礎啊 其實就在講說陽光呢 它有一個療病的功能 那當我們的身體呢 吃進了高量優質蛋白質的這個毛乳起司啊 再加上含有大量豐富 Omega 3的亞麻人油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啊就像是一個天線 我們可以呢讓天線很暢通的 把這個太陽的能量呢 吸收到我們的體內 而且呢儲存下來 感覺就很像身體像電磁一樣 細胞就像電磁一樣 感覺被充飽電的感覺 那我們DIY這個美美堅果呢 你們可以選擇顧腦的核桃 剛剛有講喔 還有高蛋白的腰果 那如果你們要把這個含辛成分非常高的南瓜子放進來都可以的 那現在目前呢最健康的淋嘴最夯的就是堅果了 那堅果呢養生又健康 那如果能夠呢每天吃一把大概十到十五克的堅果 可以有助於呢我們身體增加好的膽固醇 減少快的膽固醇 而且啊堅果富含有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喔 這些好的油脂啊可以來幫助我們身體降低磷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要透過這個全穀物的這個燕麥片我要來做一道好消化的燕麥膏 那其實燕麥呢它最豐富的這一些營養素呢就是膳食纖維的部分 那膳食纖維啦蛋白子啦尤其是維生素B群跟礦物質 燕麥裡面呢含有一個很特殊的水溶性纖維叫做βG葡萄糖 可以延緩我們腸胃排空的時間來產生我們的飽足感 那也能夠呢抑制放後血糖上升的速度 那也可以幫助呢增加糞便的體積來幫助我們排便的順暢 那更能夠幫助我們體內呢有抑菌的活潑 威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